紧跟着 她的手机上又有电话打进来 她连忙接听 却听到一个阴森森的声音在说 不管你是谁 少管闲事 要是敢报警 你们全家都不太平 说完 挂了 这是警告 她的心脏砰砰砰在乱跳 苏和的思绪飞快地转动着 她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飞飞所在短视频剧组 她给剧组编导打电话 编导说 飞飞请了几天假 说要去面个室 后来就没 打通过电话 大致情况 苏和很快就摸清楚了 一个名为飞仙烈传的剧组 有几个女二号女三号的角色 正在选女演员 地点是在隔壁的红口市 这个剧组 给很多拍小视频的女网红 递去橄榄枝 请她们去集训 然后再试戏 只要试戏成功 就签约力跑 因为她们都只是小短剧的女主角 知名度有限 而这是大IP 能进去 就能和一线明星合作 可以提高咖位 这对于她们来说 是一个质的飞跃 所以去的人不少 集训三天 也是对她们这些小网红的尊重 但苏和了解到 集训已经结束 飞飞拿到合同后就走了 然后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飞飞打来了求救电话 还说被她们卖了 她们是谁 怎么个卖法 晚上六点多 苏和立刻打车赶到虹口市 来到飞飞集训的地方 确定集训的团队早已退房 苏和要求查看监控 想确定乔飞飞最后是怎么离开的 酒店倒也不为难 直接就给看了 苏和看到飞飞退了房后 出了酒店 和一个女生一起坐了一辆商务车走了 一看清这女生的长相 苏和背上那是好一阵恶寒 是简家大公子简城身边的美女公关 关珊珊 也就是说 是简城对自己出手了 这个认知 令她浑身打起寒颤 就像刚刚从冰水里掏出来一般 苏和从酒店的安保部门出来 思绪是无比混乱的台 头天色已大黑 她忽觉得自己的人生就如同面前者 天空一样乌黑黑 一颗星子都没有 已然看不到希望 她呆立借头良久 最后紧张兮兮地打电话给母亲 悬着一颗星 问道 妈 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妹呀 母亲疏红温温的 我每天在卖早点 你弟弟妹妹都回去上课了 你姥姥的情况也已稳定 苏和松了一口气 那就好 我明天回去 陪您一起做点心 好啊 后天是周六 晚上你弟弟会回来 就是你妹妹跑出去比赛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比什么赛 她顿时心弦意紧 没说 眼皮子莫名跳了好几下 苏和心脏漏跳了好几下 苏和这个妹妹苏喜 发音很标准 喜欢学各种声音 人生理想是做个主持人和配音演员 书红不想她走这条路 理由 娱乐圈太黑暗 他们家还是本本纷纷地过日子比较合适 苏红希望她读个好一点的专业 毕了业就能挣钱 她倒也听话 有在学通性专业 但是苏喜私下里还是在不断地练习配音 学校里若有什么主持晚会类的活动 她是最积极的 她还在参加一些比赛 但每次她都会瞒着母亲 苏和是知道的 和她说过几次了 希望她好好读书 别在那些事上花时间花精力 但她从来是爱搭不理的 这一次的比赛 一定也和配音主持啊有关 妈 苏喜比赛的地点在哪里 在虹口市 好像要参加几天集训 今天她打电话过来 说后天才能回来 苏和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面色一阵惨白 感觉很可怕 一个想法直接就跳进了脑子里 陷阱 这是陷阱 苏喜要掉进简城的陷阱里了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挂的电话 只知道浑身在发抖 双手不断地缕头发 第一时间 她给储留商打电话 可是那个狠心的男人 电话永远打不通 苏和心乱如麻 如果储留商不介入 自己直接找简城 她不知道后果会怎样 储留商好歹是前夫 她很希望她能看在 她曾经帮过她几回的份上 帮自己一个小忙 就这时 她的手机响了 跳出一个人名 简城 她心脏却要静挽了 这个变态 曾经追求过她 不是性骚扰 在她还没嫁给储留商之前 她曾想包养她 后来 她的前妈庇佑 嫁给了储留商 可即便如此 她也曾几次三番骚扰自己 趁储留商不在时 对她说 苏和 等住 我会让你躺到我床上 求我爱你的 前妈曾警告过她 之后有段日子 她是消停了 但是只要逮到机会 这个人就会来刷存再赶 那人一直知道 储留商和她夫妻关系不太好 一直盼着她离婚 现在她离婚了 她真的又开始作妖了 想到菲菲和苏喜 都在这人手上 她一咬牙接了 但接之前 她打开了录音功能 喂 简城 你干嘛 苏和 这大半夜的 你跑红口是干嘛去了 那个阴险的家伙 在电话那头笑得无比恶劣 苏和不由地左右慌望 如临大敌 她这是被监视了 简城 你对我的妹妹 我的好朋友都做了什么 简城懒懒一笑 不打反道 听说你害我妹妹差点截肢 苏和啊苏和 你说你怎么就这么恶毒呢 我们简家的掌上明珠 是你能动的吗 苏喜和菲菲呢 你把他们弄哪去了 她想逼她吐出 她把人囚禁的话 只要有证据 她就可以立刻报警 结果 简城却邪笑道 你录音了是吧 苏和 你觉得我会这么蠢吗 毫无预兆的 她就挂了 再打 那边就是不接 可恶 她故意的 故意让她注击 故意晾住她 她在等她 钻进她老早就设下的套里 正当心乱如麻 一辆计程车驶了过来 司机探出头 问道 请问 你是苏和小姐吧 有人给你打了车 让我来载你 她说你知道她是谁 她约你叙旧 苏和心头一阵阵发紧 简称这是借着苏喜和菲菲 把她调去 真要落到她手上 她必定再接难逃啊 这可怎么办呀 苏和还是去了 晚上七点 她被司机送到了一家主题酒店正门口 门童迎上来上下打量 您是苏小姐吧 是 这边请 简称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门童把她引到了酒店自带的码头 码头上停着很多快艇 她被引上了一艘快艇 上去前 她紧张地质问 你们这是要把我带去哪 门童说 这我不知道 那位先生说 苏小姐去了就能见到您想见的人 如果您不见 后果自负 快艇载着她飞出了港口 飞向了辽阔的大海 十五分钟后 快艇追上了一艘巨大的邮轮 玉京号 开艇人和邮轮连接到一起 让她上了邮轮 四周是无边无垠的大海 今夜阴天 无月 海风阵阵 异常清冷 冻得她瑟瑟有抖 玉京号是简家的邮轮 她不是那种巨型邮轮 但她是一艘极其奢华的观光邮轮 邮轮分四层 顶层是至尊VIP贵客的娱乐场所 第二层是VIP贵客的客房 第三层是普通客人的休闲娱乐场所 第四层是普通客人和船员的客房 邮轮会从京城出发 途经几个城市 会在检市 获市和检市合作的观景地点停留 还能去岛上游玩 一趟游下来 可以玩四五天 吃喝睡都能在游轮上 白天则能在观景地点游玩 苏和在底层上的游轮 一个深住制服的工作人员 很有礼貌对她行了一个礼 客人晚上好 欢迎登船 请跟我来 先生已经等您很久了 从底层 走电梯上了第三层 这边在歌舞升平 电梯没停 直接上了第二层 然后 她被引着走了一大圈进入第二层 需要人脸识别 几个进出口 更有专人把守 需要进行严格的检查 才能进入 工作人员在一间房间门口停下 敲了敲门 没有印 她忙又打了一个电话进去 简总 人来了 门没锁 进来吧 门被打开 工作人员把她让了进去 苏和看到了房内高档的装修 净显奢靡 有优雅的轻音乐在传出来 一个穿红衬衣的男人 手上拿着一药红酒 一边摇着身子 正在无比愉快跳出舞步 那身子 说有多骚便有多骚 身后 门砰的河上了 苏和转头望了一眼门 继而全身戒备地盯着这个浑身上下 散发着得意之色的可怕男人 这人就是简成 一百八十的个子 高大 壮实 留着一头中发 还竖了一个辫子 戴着一副金丝眼镜 看出像是一个丝丝纹纹的艺术青年 骨子里却是一个纵欲过度的色鬼 那双眼睛 一看到她 就大方一彩 流露出了贪婪之色 来吧 苏和 我们一起跳舞 庆祝你离婚 重得自由 而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拥有你了 来来来 前辈 她笑得是如此的肆意张扬 苏和深吸气 去把音乐关了 简成发现音乐停下来了 身体也就静止了 眼神一条 煞有兴致地说道 哟 离了个婚 脾气也变大了 以前乖乖软软的 现在不一样了呀 不过 不管你变成什么 我他妈 都喜欢 苏和忍耐住她放肆流气的目光 转过头 沉声问道 简成 我妹妹呢 我好朋友菲菲呢 你把他们怎么了 简成将一杯红酒一饮而尽 跳着舞步 拿着手机 打了一个电话出去 小梦 把苏喜叫过来 马上 挂下后 他笑着逼近苏和 那种大喇喇的眼神 充满了男人 想占有一个女人的渴望 但他目前表现的 还是比较斯文的 坐呀 小喜很快就到 自家妹妹嘛 放心 我会好好照看她 不会让她吃亏的 谁和她是自家 苏和本能地往后退 心里是无比反胃的 这个男人 是女人如衣服 喜欢和每一个漂亮的女人睡 睡了还喜欢拍撕照 曾经爆出过多起 她把女人的肚子搞大 逼住女方 多胎分手的丑闻 只不过在今世 简家是大 总能把这些丑事压下去 你给我站在原地 她沉着脸怒叫 简成则哈哈一笑 似乎觉得无比的有趣 眼底全是逗弄之色 就像一个猎手 在看自己的猎物 做垂死挣扎 因为已经胜券在握 所以她并不急着 一口吃掉 而生了玩弄之心 你放心 强迫女人的事 我从来就不做 我只会让你心甘情愿地躺下来 让我 她没说下去 只是又去倒了一杯酒 笑成花一样 还扭了扭自己的屁股 做着某种可耻的动作 说得有多猥琐就有多猥琐 苏和心里一片恐慌 身子在止不住地轻颤 但她必须保持镇定 没一会儿 有人敲门 继而打开房门 恭敬地禀告道 简总 苏喜来了 请她进来 下一秒 穿着一身漂亮主持人服的苏喜 走了进来 苏喜才18岁 正在独大衣 充满胶原蛋白的脸孔上 青春飞扬 第一次穿这种华丽的衣裙 画这么漂亮的妆 短发也给弄了一个 很符合她气质的造型 这让她整个人闪闪发光 漂亮吗 当然漂亮 可苏和看着她 却是如此的陌生 就好像在看电视上某个著名的主持人 脸蛋是熟悉的 身份却是遥不可及的 简 你怎么在这里 苏喜看到苏和 本来欢喜的脸孔上 顿时露出了不快之色 你穿成这样在干什么 小喜 你现在是学生 学生就该做学生才能做的事 虽然漂亮 但是 这不符合她平常的生活水平 作为一个普通大学生 简成让苏喜 尝到了金钱带来的快胆 在这物欲横流的世界里 她本来是很渺小的 但简成让她站在聚光灯底下 变成了那个耀眼的焦点 这种耀眼是虚假的 这种阶层跨越太大 很多单纯的姑娘 都会迷失在其中 苏和心里本能地生出了担忧 苏喜把眉心领得紧紧地 与礼句争道 简 你不能一见面就冲我说教 我就是来主持一台节目 我做错什么了 她没做错什么 苏喜也的确有做主持人的前置 错就错在 这是简成蛙的陷阱 她在故意捧苏喜 然后用苏喜来威迫她苏和 苏喜 你姐姐就是觉得你年轻小 见识前 怕你经不住外面的诱惑 没恶意的 简成还在边上说风凉话 笑得一脸真诚 一点也看不出这个人是个坏人 毕竟人家长得玉树临风的 也因为这样 多少涉事不深的小姑娘被骗 最后只能自认倒霉 我已经18岁 早成年了 作为一个再读大学生 这点是非判断能力 我还是有的 苏喜看苏和的眼神是不屑的 因为什么 因为苏和没考大学 他能读上大学 是储家的当家人 落雪用钱给他砸出来的 在苏喜面前 苏和知道自己没资格教育他 但这孩子 真的是有点好赖不分 根本不知道这个男人有多危险 可当住简成的面 他没办法说简成有多坏 菲菲还在他手上呢 小梦 让苏喜继续去主持节目 我和苏和小姐还有点是商量 简成突然这么吩咐到 门外的小梦立毙进来 把人带走了 苏和心里又乱又急 想阻止 可是苏喜是不可能听自己的 在他踩着骄傲的步子走出去后 苏和转身 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 问道简成 还有菲菲呢 瞧菲菲是吧 简成笑着靠在在单人沙发上 拿起遥控器 打开了视频 乔菲菲想当演员 看到没有 他在选美 只要他能拿到赞助 就能拿到相对应的角色 视频内 乔菲菲穿的性感 眼底录着一丝隐约可见的惊慌 正在走秀 手上拿着牌子 而底下 坐着清一色式男人 苏和曾经听钱妈说过 简家的邮轮会选各种秀 但是 是为男人们服务的 菲菲显然是被送进这种选秀节目了 选完之后 就得有那种服务 正想着 视频被关了 简称笑着看住他 等住他有所反应 他捏紧拳头 沉声问道 你想怎样 两个无辜女孩子的命运 就在这个男人的疑念之间 他磨着牙 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恨意 我想要什么 你知道的 他撑着下巴 闲靠在沙发上 肆意地打量着他娇美的身材 苏和 我要你 今晚上就要 只要你陪我玩 我就给你闺蜜角色 放他完完整整 前前进进地离开 至于你那有主持人 前例的妹妹 我能让他达成心愿 他想做配音 我就捧他做配音 他想做主持人 我就捧他做主持人 这是很公平的交易 你觉得呢 苏和泽本能地往后退了两步 真要和这个肮脏的男人在一起 他的人生就成了一场可怕的噩梦 怎么办 怎么办 这个困局 他难解开吗 那个人到底能不能帮到他 是你拖 还是让他们拖 你选吧 这个邪恶的男人 无比张扬地扬起双臂 等住好戏上场 苏和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呼吸急促起来 脑子一下子就炸了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愤怒 在五脏六腑间乱窜 他捏着拳头 恨不得将这个衣冠禽兽撕成碎片 可是 他只是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女孩 你想要我也可以 等邮轮靠了岸 放他们离开 以后 你要让我往东 我就往东 你说水是黑的 那就是黑的 他想拖延一下 至少得亲眼看着两个无辜受他牵累的女孩 可以安全离开 哪怕因此被糟蹋了 他也认了 而现在 在这里 他一旦被这畜生占有 苏西和乔菲菲仍陷在危险当中 他会很被动 当然 最重要的是 那个人还没行动 如果他不行动 那他们三人全得完蛋 苏和 别和我讲条件 没用的 简成的笑容渐渐冷下来 今天 你上了我的船 就别想清清白白下去 从今往后 你 生是我简成的人 死是我简成的鬼 这是简家的邮轮 更是他简成的邮轮 在这里 他就是主宰 他要弄谁 就能弄谁 他要是想把人扔海里 神不知 鬼不觉 拖 这人脸上的神情 渐渐变得不耐烦 我数到三 你若不拖 我就先拿你的闺蜜开刀 他无耻地威胁着 满脸竟是邪恶的荧光 苏和浑身发颤 绝望地把包一扔 将万表一解 搁到茶几上 然后慢慢解开了 风衣最下端第一个扣子 简成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品着红酒 色眯眯地欣赏着 第二个扣子解了 第三个扣子解了 他把风衣扔到了地上 风衣下是一件毛衣 毛衣是紧身的 勾勒着女子妙曼的线条 毛衣下面 配的是一条中裙 中裙下是一条丝袜 苏和踢掉了靴子 深深吸着气 扯掉了围在脖子上的丝巾 心慌意乱卷起毛衣的那一刻 身后忽然就响起了敲门声 滚 老子现在忙住呢 简成吼了一句 直接就把手上的高脚杯扔了出去 高脚杯碎了一地 简成对这个女人生着志在必得之心 五年前 他本来就该属于他的 结果竟被储留伤占了去 索性 这五年 储留伤没碰过他 老子还是他第一个男人 今晚上 他一定要成功 等了五年 他已经等得够久 所以 在他发现苏和的毛衣底下 竟还贴身穿住一件保暖内衣时 他已经按捺不住 直接就冲了过去 把他一把按在了墙角 想要强吻 苏和惊恐地推住 甩出了一个耳光 啪 被他扇中了 简成先是一阵 而后面色赫然铁青 苏和 谁给你的胆量打我 你 你弄伤我了 他指了只脚上 因为他刚刚一推 踩到了碎玻璃 疼 我疼 疼 简成脸上并没有浮现任何怜惜之色 而是牢牢控制住了他的双手 邪恶地笑道 老子就是要让你疼 疼了 你才会知道 你的男人是谁 他再次要强行索稳 而他惊恐地抗拒着 简成怒了 苏和 你要是再敢反抗 后果自负 苏和惊喘 是如此的慌乱 怎么办 怎么办 喷喷喷 门外之人并没有离开 有人在叫 简总 秦氏的莫总 想和您谈谈合作的事 县正在会议室等您 他说了 只给您五分钟时间 您要是错过了 以后 秦氏再无可能和您合作 是冷漠 冷漠终于来了 苏和在心里激动地呐喊住 简成一听 精神一灵 转头抓过一根扔在沙发上的领带 把苏和给绑了 将他往床上一扔 然后他凑过脸 想亲他 苏和赫然 直接转头 把自己的脸埋在被子里 简称挺不高兴 但他没发出火来 只冷笑一声 道 这么喜欢我的床吗 等住 等我回来 我一定好好爱死你 说着 他在他屁股上狠狠捏了一下 走了 可见那个合作与他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苏和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 可是 他被帮得太结实了 他根本没办法挣脱 就这时 门又开了 他一惊 抬头时 却发现来的人 尽是冷漠 依旧是他一贯的穿衣风格 黑色系的黑衬衣 黑西裤 配一件休闲西服 急不走进来时 他面色是冷寡寡的 与其带着一种 咬牙切齿的味道 苏和 你这是世上 最最最不听话的女人 苏和深吸了一口气 眼底顿时起了一片 雾蒙蒙的水汽 可一种莫名的踏实感 瞬间就将他淹没了 剪成的坏 是真的坏 他就像一个 得不到心爱玩具 被宠坏的小男孩 为了得到 他可以不择手段 甚至想要摧毁 冷漠不一样 他是很凶 很冷 很坏 但他会护他 在坐计程车 去主题酒店的路上 他推说尿急 让司机找了一处厕所 他在厕所 有给冷漠打过电话 那个人在他快放弃时 接通了电话问 这是想明白了吗 不 他没想明白 冷漠要从他身上得到什么 但眼下这个局面 他觉得世上 也就太有可能帮上自己 便急声说了 冷先生 我的妹妹 还有闺蜜 都被剪成弄去了 他想通过他们 威逼我 求求您 帮我救救他们 我现在找不到人能帮我 可我又不敢报警 他以为他会拒绝 但他竟轻描淡写 印下一句 不许哭 一件小事 值得你哭的吗 我知道了 话里还透出了一些 类似关心的安抚 他不觉呆了一下 忙又问道 现在他要让我坐车去见他 我该怎么做 回去 睡你的觉 他觉得这太荒唐 可这样的话 小喜和飞飞会受到伤害的 我和简称在一起 你是觉得我保不下他们 这让他愣了愣 同时脑子里闪现一个念头 冷先生 是这样的 我 我有一个想法 不想听 你给我乖乖回去 冷漠又用起了他惯用的命令式语调 但苏和这一次并没有妥协 而是叫了过来 不行 我还是听他话去一趟吧 是这样的 我手上正好带着一块可360度实时监控的智能表 等一下 我会开始实时拍摄功能 用它录下他对我的非法要求 等我到了那里 您就用电脑 登录一个云账号 那云账号和我手表连在一起 您能在云账号看到我是怎么进去的 进的是哪里 能实时看到我所在位置 云账号我马上发给您 但我得求您一件事 请及时救下我可以吗 然后 我想用这段视频反过去威胁他 让他们简佳放弃找我麻烦 对 他觉得这样 工作室的麻烦也就能解决了 一键双雕 虽然法子有点风险 但还是值得冒一冒的 却被他一口否决了 脑子倒是转得很快 但不准 可他还是来了 冷漠 谢谢你 这个男人来得真的是太及时了 他真的是打心眼里生出了感激之情 真是一个不要命的女人 我要再玩几分钟 你要怎么办 冷漠磨了磨牙齿 给他解了绑 从地上把风衣捡起 劈到他身上 他巴巴望住他 我 我相信你 却引来他恶狠狠一瞪 你倒我是神仙 我要是真这么厉害 五年前 你就不会嫁给储留商 啊 怎么扯到这上头去了 他一愣 所以 五年前 他就认得自己了 是吗 他一找来他的靴子 给他套上队 是他亲自给他套的 在他还没反应过来时 他一拉起他 出来时 顺手把那只智能表 给抓过来塞进口袋 说道 马上跟我走 等一下 我的妹妹还有菲菲 怎么救 他急得很 信我就闭嘴 这个男人 说话真是凶 他不由地闭了嘴 没一会儿 他把他送进了自己的房间 关门之后 沉声叫道 脱衣服爬床上去 苏和顿时瞪大眼 本能地往后退了两步 你以为等简成发现 我不在会议室 回来又不见你在房里 会不来我这里找人 冷漠已经把身上解扣子 还把皮带给扯掉了 露出一具漂亮的男性身躯 皮肤光洁 肌肉雄健 苏和的脸孔顿时长得通通红 急忙转开了身体 你 难道还会怕得罪他 不怕 但这是在海上 想要收拾他 得上来 否则 你的妹妹和闺蜜 今晚上肯定有一个会出事 我已经让人在他房里 留下话 威胁他靠岸后 用那两个女孩 换他的犯罪证据 而在靠岸之前 他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搜窜 这么一解释 他明白了 没再多说 他急忙把外套脱了 正要钻被子里去 冷漠在身后叫了一声 把上衣和裙子都脱了 啊 苏和顿时身子一僵 如果简成跑进来 你用被子捂住脸 把胳膊和肩膀露出来 简成心思重 如果发现你穿住毛衣 而且 他刚刚见过你身上穿的这一件毛衣 你觉得会有怎样一个后果 有道理 苏和先钻进被子 才把毛衣 紧身内衣和裙子 通通脱掉扔了出来 冷漠则麻利地 把他们一一剪起来 连通鞋子一同塞进了衣柜 继而又往地上 扔了几件性感的女性衣服 然后钻进了被子 把灯一关 黑暗中 苏和那光溜溜的手臂 碰触到了他强健的弓二头肌 吓得直退 小脸已经红成了血低子 下一刻 门外头 砰砰砰传来一阵敲门 有人在喊 秦先生 开门 秦先生 冷漠没礼 外面的人又拍了几下 竟直接刷卡进来了 苏和听着一呆 呼吸都要停了 也是 邮轮是简程的 只要他同意 在全线加持下 他们的确能闯进任何人的房间 难怪冷漠要求他脱光 在电灯打亮之前 冷漠竟直接翻身 把苏和压在了身上 并滴滴叮咛宿和 勾住我的脖子 灯光大亮之时 冷漠用自己的身躯 挡住了苏和的脸 转头怒骂 特妈的 谁让你们进来的 海金号就是这样尊重船上 VIP客人的吗 闯石来领头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简程 他惊讶地发现 向来不碰女色的某个冰山男人 裸住上身 压在一个女人身上 正在做某种运动 而那怒发冲冠的神情 让他心头直发毛 忙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莫总 我以为您不在 滚 莫总 刚刚您是不是找人 让我过来找你 简程没走 一边直勾勾打量 想知道那个女人 是谁 一边想再确定一下 谁在玩她 你没看到 我正忙住吗 我他妈找你过来MP 滚啊 简程连忙退了出去 关上门时 阴住脸命令到 搜 必须把人给我找出来 冷漠从床上下来 身上指住一条裤叉 男性阳刚十足的身躯 就这样被苏和看了一个惊光 而他嘴里不由地发出一声 啊的惊呼 紧跟着 他把被子拉上来盖住了脸孔 脸再次红透 若熟透的苹果 冷漠则慢条斯理地 从衣柜内拿出一件睡袍套上 波澜不惊地转过了头 却倒了一杯红酒 喝了一口 可唇香的红酒 并不能抚平他内心的浮躁 鱼子柔软的触感 就像烧红的铁捞一般 冒到了他身上 令他喉结滚动了好几下 热血莫名有些沸腾 情 有些难自控 呜呜呜呜 另一个衣柜内 呼发出了一阵奇怪的呜呜声 冷漠重新把衣柜门打开 一个被捆得结实的女人摔了出来 浑身上下已经被剥得 只剩下纹胸和内裤 他惊恐地看住 面前这个冷酷的男人 嘴里则被一块布牢牢堵着 冷漠居高临下地看住 淡淡道 素兰是吧 那女人点了点头 我可以让你说话 但是 你得乖乖配合我 我让你做什么 你就得做什么 冷漠用不容为腻的语气命令住 素兰点头 冷漠扯掉了他嘴里的布 他颤住声音问道 墨 墨总 您 您想让我做什么 他的目光不由地描向那张床 床上有女人 那女人悄悄探出了头 素兰只看到一双灵动的大眼睛 冷漠不住痕迹地挡住了他的视线 今天 我把你带回了房间 你睡在我床上 没看到我房间有别人 和我上床的人是你 只要你照我的话做 回头我就让人捧你 如果你唱反调 我会让你一辈子不能再混娱乐圈 听懂了吗 看似平淡无奇的话 可是话里微迫的气势 却能让人心惊打汗 那冰冷的嗓音 能将人动得直哆嗦 素兰只能仰望这个冷酷又神郡的男人 刚刚他被他点中 他是如此的高兴 虽然被强逼住出来服务 他是如此的愤怒 但一看到这个男人 知道他的身份 他忽然觉得 能抓住这个机会 与他也是一种机遇 他从来没想过 自己会为了事业而出卖自己 但真到了这种时刻 他的操手便掉了一地娱乐圈 真的是一个大染缸 而他已在其中迷失了自己 可没料到 回房间后他就被打晕了 还被塞进了衣柜 这个传说中高不可攀的男人 竟另外带了一个女人回来 并且 他在保护这个女人 是怎样的女人 能让他如此在乎 是女人 都会极度被优秀男人偏爱的同性 他也不例外 但他不敢得罪这种不可意识的男人 忙到 莫总放心 您说什么 就是什么 我一定乖乖听话 好 现在穿上你的衣裳 在衣柜待着 等到了港口 我会带你下去 让人安排好你的一切 解了他身上的绳子 他退到边上 继续用自己的身体 把身后之人藏起来 看住素兰穿好衣服后 又乖乖缩回衣柜 他把衣柜门合上 转身时 他看到苏和探着头盯住自己 神情是那样的怪 我是不是打扰您春宵一刻了 苏和咬唇 轻轻问道 莫名的 他竟生出了几次暗闹 可细想的话 又有什么好气的 有钱男人 不在外头花天酒地 那还是男人吗 就像半年前 他就差点把他给 遇上看得上眼的 带出来玩一场 你情我怨的成人游戏 那太正常了 冷漠的眼神悠悠一闪 忽然一步步逼了过去 竟还上了床 那危险的眼神 令苏和顿时紧张起来 您 您想干什么 你的的确确打扰了我的春宵 所以 你得陪我不是吗 说话间 他他他他 他竟无耻地压了下来 苏和的脸顿时长得通通红 紧紧抓着被子 闷闷嘀叫道 冷先生根本就不稀罕我 这么一次又一次耍我玩有意思吗 可冷漠却一点一点把他的被子拉了下去 但漠道 男人睡女人 需要稀罕不稀罕吗 反正 在你眼里 男人随时随地都能发情 随时随地都能干大事 那我就做给你看 眼尖的被子被拉下了一半 性感的锁骨 漂亮的脖子 都裸在了外头 苏和慌急了 意识到自己好像把人惹生气了 这丝可能是在出气 他连忙急叫道 我知道您不是那种男人 您自控能力超级强 想想半年前 他差点就失身 他对他的确是手下留情了 其自控能力不是一般的好 再扯他被子的手 突然就松开了 冷漠双手撑在他上面 目光深深 猴杰在飞快地滚动 眼神则越来越深 好像有火苗在窜出来 苏和 你搞错了 我自控能力烂得很 真要混蛋起来 能让你哭一整晚 不管你怎么求 都没用 这个混蛋 无比邪恶地倾到他耳边 用一种让人害怕的嗓音 说了一句让他浑身发颤的话 他的呼吸都要停止了 就怕他突然受性大发 把他给 现在的他真的是太危险了 但下一刻 他却翻身下了床 没动手 只是毒蛇 苏和暗暗松下一口气 这家伙 是不是特喜欢在嘴上沾便宜 这么吓唬他 很好玩吗 他悄悄磨了磨牙 冷漠坐到了边上的牛皮沙发上 拿起手机 打了一个电话出去 视频收到没 收到就好 把视频处理一下 等一下发给他 开始B计划 电话那头 柴文笑着说 那丫头现在应该在你床上吧 今晚上好好折腾折腾啊 你缠太久了 机会难得 滚蛋 冷漠挂了 他的目光扫了大床一眼 拧了拧脖子 又走了过去 直接就钻了进去 吓得苏和尖叫 冷先生 您 您又想干什么 闭嘴 睡觉 您 要和我睡 就一张床 我不睡床上 睡哪 理事这个理 问题是 这样同床共枕 算什么 要不 我把床让给您 他想穿衣服 冷漠冷冷横了一眼 你不想和我睡 那就滚下床 要是简成杀个回马枪 我倒想看看 你要是再落到他手上 会是怎么一个下场 放心 这一次 我保证不会救你 又被威胁了 苏和困难地咽了一口口水 算了 还是和他睡一睡吧 比起简成 还是这个冷漠 比较好相处 他又悄悄缩回了被子 心里不断告诉自己 这只是权宜之计 苏和对助理床 轻轻问道 我拍的视频 能用吗 冷漠闭眼 能用 但我已经让人 将这段视频 从你的云账户消除掉了 苏和一惊 转头问 为什么 冷漠淡淡道 我这里备一份就可以 别让简成 觉得是你拍的 我会让他觉得 是他的商业对手 在算计他 否则 他还会挖空心思 整死你 简成手上不前进 什么都做得出来 这耐心的解释 让他一正 所以 他这是在保护他 睡吧 再啰嗦 小心我办了你 话说得很凶 可他却被过了身 并没有对他动手动脚 这人 总是口是心非啊 衣柜里 苏兰把这一切 也听得清清楚楚 脸上那是一阵阵发烫 一个男人把一个女人搞上床 却没搞事情 会因为什么 要么 他不喜欢这个女人 连将就都不想将就一下 要么 他真是这个女人 不想亵渡他 冷漠这种行为 属于哪种 苏兰想了想 有了一种清晰的认知 是后者 他 无比真是他 好好一个人 居然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他这是生了顿海树吗 不 不对 人 肯定在船上 苏和肯定是被他的同伙藏起来了 可该查的地方全查了一遍 每一个房间都没落下 哪怕因此 得罪了不少人 但是 他依旧没有把人找出来 折腾了两个多小时 一无所获 这真的是太邪门了 而就在刚刚 简程收到了两段视频 一段是他和苏和在房间内的对话 还有他想抢他的画面 另有一段视频 是和海上选秀节目相关的视频 其中有几个画面 将选秀的真正目的拍了下来 看完 这两段视频自动被销毁 怎么也打不开了 紧跟着 发来视频的人打了一通电话过来 声音是经过处理过的 那人沙哑住声音说 小简总 只要这两段视频交到警方手上 你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简是想上市的可能性 会因此你的邮轮涉嫌交易特殊服务 而被就此终止 他们能让你坐牢 也能让简是损失惨重 简程做梦也没想到 今天他对苏和做的事情 竟会带来这样可怕的后果 不对 他觉得是自己的对手 在玩自己 只是顺道录下了他和苏和的那档子事 可那人是怎么知道苏和被带上了船 把苏和弄上船这事 只有他和身边两个手下知道 刚刚他把这两个人都询问了一遍 可以确定他们没有出卖自己 这会儿 面对威胁 他憋着一团怒气赤问道 你想怎样 等上了案 我会联系你的 请你好好照看 好苏喜 还有乔飞飞 如果你对他们做了 任何伤害名誉的事情 你会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八小时后 明天早上八点 注意接听来电 到时 我们好好谈一谈 对方丢下一句威胁就挂了 简程气得直打沙发 心里想不明白啊 这些视频到底是怎么被拍下来的 苏和尚游轮时被搜过身 连手机都被搜走了 所以 他俩这视频 肯定不可能是苏和拍的 而VIP船舱内的视频拍摄 只能是那里的客人拍的 没有那层身份 根本进不去 自然就没办法拍摄 可那边的客人 都是他精心挑选过的 都是一些喜欢玩的人 大家都有黑料 而且 在他们这个圈子里 这种游戏 司空见惯 不足为奇 谁会没事找事 要和圈内那么多人过不去 毕竟被拍下的这些 都有头有脸 闹开的话 爆料人一旦被曝光 就会被群蚁而攻之 苏和一定还在游轮上 你们让人盯好了 游轮靠岸时 一定要对每一个下船的人 进行检查 必须把他给我扣下 苏和和他们估计是一伙的 只要控制了苏和 对方应该不会轻举妄动 至于苏喜和乔飞飞 他想了想 对身边的手下赵佑说 去 把苏喜叫来 赵佑去了 十分钟后 苏喜来了 进门后 苏喜左右张望了一下 发现姐姐不在了 暗暗松下一口气 他不知道自己又一次被叫过来 是为了什么 问道 小简总 您叫我过来 有事吗 简成看住这个青春靓丽的少女 眼睛里充满了 对这个世界的强烈欲望 他想拔尖 想出人投地 想走出自己平凡的世界 变成耀眼的那颗心 年轻人嘛 总有一种征服世界的欲望 总想走劫路 获得成功 这种人 很容易拿捏 不好拿捏的是苏和 他有惊人的自控能力 不会被名利诱惑 只做他认定的事 就比如 做设计 他会亲自做家具 不怕苦 不怕累 哪怕弄满手水泡 搞得全身尘土 他却甘之若主义 又比如 喜欢储留商 哪怕储留商不喜欢他 他依旧执迷其中 苏喜 是这样的 你姐刚刚和我说了 她希望你现在 好好地读书 不要过早地 被社会所污染 所以 我和你签订的合同 要作废了 他在苏喜面前 维持着正人君子的形象 说这话时 脸上浮现了歉疚之色 苏喜脸上的笑容 一下就凝结了 小简总 我已经成年 我和您签约 做您旗下的主持人 和我上课不会有任何冲突 苏和他没资格来 对我的生活指指点点 这一刻 他真的是要恨死这个苏和了 做楚太太的这五年 苏和帮不上家里任何忙 也就算了 如今竟还想干涉他的生活 苏喜 你这话就说得有点充了 你姐那是关心你 十七八岁的年纪 是最最简单单纯的年纪 她这是怕你学坏了 简成说着最动听的话 挑拨着这对姐妹 本来就脆弱的感情 苏喜气得涨红了脸 我又不是小孩子 是非对错 我分得清 但我已经答应你姐了 等你完成今晚上的主持 先回学校吧 简成还是如此坚持 苏喜急啊 心里很愤怒 不明白苏和为什么要来多管闲事 来阻碍自己的职业发展 但他又不能迁怒苏和 因为他不知道苏和和小简 总是怎样的交情 小简总 我一定会说服我姐 让她相信 我是可以管理好自己的日常工作和学习的 求您不要解除合约 她哀哀地求着 就差跪下来了 简成很严肃地想了想 你姐是一个很固执的人 她对娱乐圈没好看法 这样吧 回头呢 你表面上好好顺从你姐 私底下 我们还是可以悄悄合作的 我以为 你是一个很出色的主持人才 从现在开始培养 等你上完大学 就会有一个很漂亮的履历表 到时 你的发展会很好 苏喜听的那是心花怒放 立刻道 那就谢谢小简总关照啊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学习的 她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去啊 我很看好你 简成笑着挥了挥手 等她离开后 笑容顿时收起 脸色变得阴阴的 苏和 你玩我是吧 等住 我能把你妹妹彻底带坏 玩坏 和我逗 你还太嫩 另一头 苏和静睡着了 她本以为肯定睡不好 结果 她睡得特别的沉 迷迷糊糊的 她好像又看到储留伤了 穿住一身笔挺的空军制服 从一辆军用吉普车上下来 站在阳光下 喊了一声 阿和 我回来了 她转头寻视 帅气的男人 整个人都在发光 而她的心 则被一种暖暖的东西包裹住 笑容瞬间灿烂如朝阳 她跑了过去 可只眨了一下眼 储留伤不见了 她变成了棺材 变成了石碑上的照片 她哭得声嘶力竭 任何人劝都没用 飞奔着从海牙上跳了下去 海水包住了她 她等待着死亡 却被抽了几个耳光 储留伤在怒叫 别缠着我 滚回去 滚啊 画面不断地旋转 不断地抽离 扭曲 她看到储留伤在和简婉接吻 愤怒令她尖叫出声 别离开我 不准离开我 你是我的 储留伤 你是我的 醒了 醒了 有人在用力地拍打她的脸 苏和猛地惊醒 心头有一种难言的绝望 正在凶狠地吞噬着 她对声的期待 下巴忽然就被人抬了起来 她对上了一双 清冷危险的眼睛 做什么噩梦啊 要哭成这样 绞成这样 眼睛的主人是冷漠 她抬眼往四下里遗忘 梦里的痛不欲生 就此被剥离 她的意识回归 人一下就清醒了过来 此刻 她在游轮上 和冷漠睡在一起 我 梦到 她梦到储留伤死了 梦到自己跳海了 梦到储留伤打自己了 还梦到 储留伤和简婉上床 可笑之极 那个男人那么混蛋 他还有什么好牵挂的 可是心头的那份疼痛 是如此的刻骨 在梦里 她生气地觉得 自己好像回到了五年前 那个时候 失去记忆的她 只觉生无可恋 活着就像一滩死水 梦到那人渣了 是吗 那人渣有什么好 你要这么念着她 再提醒你一下 你和她 离婚了 还要喊着 让她别离开你 你至于这么贱吗 她冷冷甩开她的下巴 她缩了缩脖子 原来她竟喊出来了 原来 她内心深处 始终依恋住她 的确很犯贱 做梦这事又不是我能控制的 你 凶我干什么 对 她在凶她 她感觉出来了 男人又恶狠狠盯了她一眼 被人欺负成这样 还脑残到想要倒贴 你这种人 没得救了 我看 直接把你扔海里得了 唉 又毒蛇了 她拧了拧眉 没办法争辩 这时 一套衣裳恶狠狠扔了过来 马上把衣裳穿上 冷漠凶巴巴的命令到 哦 她答应着 她把身子转了过去 好像还挺绅士 这家伙 给人的感觉 真的是太矛盾了 一会儿恶狠狠的 一会儿又很体贴 动作快点 再这么拖拖拉拉的 小心 我把你扔在这里 再也不管你死活了 瞧 她又放狠话 苏和急忙看了看这些衣服 这 不是我的衣服 废话 你原来的衣服还怎么穿 简称又不蠢 还是原来那打扮 你怎么出去 这是邮轮上的工作制服 你可以走员工通道 内部的人脸识别 我都让人给你弄好了 眼睛很重要 必须戴上 冷漠说明了一句 可语气是恶声恶气的 她 这得有多嫌弃自己啊 苏和应声知道了 急急忙忙就把衣服套上 好了 冷漠转过臭脸 冷冷一秒 苏和已然变成了一个普通工作人员 一副黑边眼镜 藏起了她的颜值 回头混在人群里 应该看不出来 咚咚咚 外面有人敲门 冷漠去开门 柴文闪了进来 准备好了吗 柴文冲她几眉弄眼 还附在人家耳边问 爽了吗 冷漠冷冷一瞪 爽你个头 柴文 这是吃炸药了吗 冷漠转头已叫了一声 滚出来 柴文两眼问题 凶成这样干嘛呀 苏和来到小客厅 和柴文点了一个头 看到柴文身边 跟住一个船上的工作人员 你跟住他们 他们会负责送你走吧 这是我的手机 上了岸 会有人接你 你注意接电话 要是想要打电话 手机的密码是你的生日 等上了车 就在车上等住 我会过来 等一下会带你去和简程谈判 他把手机递给了他 这回和态度倒是又缓和了一点 他却愣在那里 盯着那手机没有接 有问题 他皱眉问 有 为什么你的手机密码 是我的生日 而且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生日 苏和台眼看这个男人 越来越看不懂他了 没 他结果 现在不是问这些问题的时候 苏和跟住那男工作人员走了 柴文则是一脸的若有所思 这小子今天态度这么恶劣 肯定和苏和有关 他跟住他进了房间 问道 你怎么回事 生这么大火干什么 冷漠横了一眼 我没生气 才怪 你的情绪这么大 不生气 你到我眼瞎 柴文打量着他 想 树一枚树一柱 他瞧苏和精神抖擞的 走路萨萨生风的 没半点不适 肯定没睡 凭冷漠这骨子劲 真上了床 那女人估计下不来床 我不像你 脑子里只想着这睡睡睡 快滚 冷漠转头冷冷扫了一眼 柴文嘀嘀一笑 明白了 是想输一 又舍不得输一 所以 活该欲求不满 房内 冷漠去开的衣柜房 把素兰放了出来 素兰小心翼翼地陪笑 眼前这个男人 帅是真的帅 可惜啊 他那张脸 比冰块还要冷 出来 他命令道 等一下跟我走 好的 莫总 素兰乖乖地应声 昨晚上不管你听到了什么 看到了什么 都给我忘了 我什么都没听到 莫总 去洗漱吧 是 素兰退进洗手间 走了两步 转过了身 轻轻道 莫总 冷漠转头拧眉 什么事 那一身的威势 让人生怕 宁 是不是喜欢那个女孩 她大胆地问了一句 紧跟着又补了一句 要是喜欢 别对她太凶 您不爱笑 看住本来就让人害怕 态度要是再凶巴巴的 会让人更害怕 我 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 只是希望您得偿所愿 能 抱得美人归 她一横眼 她吓得就跑进了洗手间 冷漠拿出手机 点出镜子看自己的表情 是很凶 那又如何 被渣男背叛了 还念念不忘的蠢女人 那值得她温柔以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